经济部长张家柱在7号提出书面声明之后 闪电请辞就立刻的避不见面 行政院长这样一话说 在昨天晚上他终于接到了张家柱的电话 但是呢将近半个钟头的通话 还是没有办法让张家柱打笑词意 而总统马英九则是在高阶公务员的集训典礼上面 特别肯定张家柱邮电政策做得很好 那么总统跟院长还是强力未留张家柱 微笑出席高阶公务员节训典礼 在经济部长张家柱提辞职之际 马总统借此场合特别肯定张家柱 有一位立法委员反对的还蛮激烈的 后来张部长继续把他那个选区的电价的资料找出来 跟他去协商 这样这样的话那位立委后来就觉得这合理 不过张家柱闪电请辞 7号提出书面辞呈后立刻省影 没人找得到行政院长江仪化 终于在8号晚上取得联系 江仪化希望这两天能够和张家柱继续联系 力劝相忍卫国 总统肯定江魁强力未留 不过张家柱此意圣奸要不要继续执掌经济部全在一年之间 运电TV赖伟胜之刚台北报导 8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